亞視盛視亞洲電視賽馬日2013 這日中約沙田馬場盛大舉行 亞洲電視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員都盛裝出席 現場依向奮影 大家一起感受現場的氣氛吧 適逢今年是亞洲電視56周年的台興 ATV的藝員可以說傾巢而出非常熱鬧 亞洲電視執行董事盛品如先生就說 很滿意這日的氣氛 希望亞洲電視可以越做越好 又興奮又覺得有意義 為什麼呢 一年一度的亞洲盃 基本上所有亞洲電視 香港的名人 企業家 亞洲電視的朋友 藝人都來參與 還有一部份在國內都來的 其實我加入了ATV大概三年左右 我回憶這三年好像過得很快 我希望下年就會越搞越好 一直搞下去 我今年覺得非常悲傷的工作 很漂亮 非常漂亮 看著是ATV一直有進步 我希望一直保持高下去 一直保持越搞越好 一班藝員同事難得可以聚首一堂 當然要趁這個機會好好聯誼玩一下 一起吃自助餐 聊天 欣賞精彩的賽事 想起都非常開心 今天這個這麼大的活動 即是賽馬日的活動 可以跟這麼多公司進行員同事 聚首一堂 其實真的有個聚會 我覺得是自助開心的 是 同場其實有很多歷屆的亞洲 都來出席這個派對 看到這麼多大師級的前輩 大師姐 感覺怎樣 其實因為我們剛才坐在同一台 都真的很緊張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真人 其實平時只會在電視上看到他們 原來全部都很友善 剛才都一起聊了 聊了很久 這次的活動還邀請了1989年的 亞洲小姐袁傑儀 1990年的亞洲小姐桂冬楊玉梅 和2011年的亞洲小姐詩禧如道場 一起參與這件的盛事 三位今天抱著什麼心情 進來這個活動 來見識一下 還有見到很久沒見的朋友 好了 玉梅姐姐 今天原來在會場裡 看到很多很相熟的朋友 還有很多很久沒見的朋友 譬如玉敏 對, 心情如何? 沒有, 見到他胖了 要問候一下他 其實這次來也想見朋友多一點 還有吃東西 我應該說胖了又帥氣了 你覺得玉梅是胖了又帥氣了? 肥氣了, 越來越帥氣了 既然姐姐, 你又如何? 又瘦了又漂亮又飆青了? 直接玩 香港賽馬運動歷史悠久 深受普羅大眾歡迎 隨著賽事及馬匹質素不斷提升 這行運動的水平在1980年代末 已經跟其他世界先進國家看齊 在娛樂圈裡面 也有不少紅星名人來支持 好像向來大力推廣娛樂事業 及體育事業的羅潔成先生 旗下的名區軍事出擊 就新鮮滾熱了 在新加坡勇奪新韓國際杯 為香港做一次爭光 非常開心 因為這次又是我第一次 軍事出擊在海外 以及我第一隻馬在海外 贏到冠軍 拿到獎杯 除了自己個人開心之外 也是為香港爭光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會累一點 他在1月、2月、3月、4月 都拿了四個杯 以及兩場還是群組一的比賽 我覺得他會累 其實五月 因為頭兩個星期又要過去新加坡 如果要坐飛機 我就很不想他去 但後來大摩約了我 他說現在這隻馬是最高級的 而且他在19年 在香港做練馬師 從來未在海外贏過一次的 一級賽冠軍 他說給了機會 大家一起創造一個歷史 他說這句 我就甚麼都不用考慮了 終於答應了他 跑賣金牆 我相信今季他都要休息一休息 休息一休息 但是在12月的國際一級賽中 希望可以替香港爭光 再贏這個錦標